取消了军教免税有人认为这是税制更公平了 不过有人认为这个是象征意义 但是呢其实我们如果要探讨国内的税制 其实它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下面的PCR 军教免税长期被批为税制不公的指标 缠斗十年的争议 今天终于在立法院三读通过 取消军教免税的所得税法 然而除了军教课税问题外 一般民众对政府不断对企业减税 造成财政缺口日益增大 也感到相当不满 劳工阶层永远就是纳不完的税 每天缴不完的税 户人的话应该在于说 他们要克比较重的税 这样才是比较公平 事实上政府也尝试想改善 税负不公的问题 财政部日前就规划半年后 将科征奢侈税 包括高单价珠宝 名牌精品还有3000cc以上自用车等 都将加重克税 不过消息才刚传出 就引发许多艺人或奢侈品 消费族群的反弹 民间团体的强调 政府制定政策时 必须正视人民生存权 及赴税人权 当然不公平 任何的税对老百姓来讲 都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万万税 就会变成 有一点让大家 质疑它的用意是什么 所有经济的果实 不应该只有少数人 只有有钱的人 只有资本阶级的人 才能够分享 中华民国万万税 是许多人对政府 未能达到赴税公平的讽刺 该如何审慎考量 公平税改 并解决台湾社会 总体负债 及贫富不均等问题 将是政府的重要课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台湾的税制问题 其实目前我们的薪资所得 占了各类所得的比例 七成以上 在98年度税客的收入 其实是短少的2155亿 98年年底的时候 中央政府未偿债务 是4兆2962亿元 但是已经这么没钱了 其实97年到99年 我们的减税措施 还真的不少 您看这边有所得税 赢索税 赢索税里面 其实这是产创条例里面 其中的一项 那烟酒税 货物税 齐交税 还有遗产以及赠予税 土地税等等有14项 总共就税损780多亿元 目前在立法院 其实有一些增税的法案 包括资本利得客税 能源税 奢侈税 豪宅税 加值型 以及非加值的营业税 首先我想谨笑一下艳丽 我们看这些减税状况 其实里面跟我们 受薪阶级比较有关 大概只有所得税 那其他的部分好像 其实很多部分 比如遗产跟赠予税 还有这个营锁税 其实都大大的降低了 这个所谓的有钱人 或者是企业 他们的税负负担 对 所以为什么 这个一般的百姓 一般的民众会觉得 心里有那么 非常大的一个不平衡的感 就是在这边 那事实上我补充一个 最新的数字 明南刚刚首版里头 提到的就是说 到98年底为止 中央政府未偿的债务 是市造2962亿元 对不对 但是财政部今天 有公布一个最新的数字 就是我们一年以上未还的债务 是高达4兆4735亿元 平均每个人是负债20.4万元 可是各位 这是不含所谓的隐藏性的负债 那加上隐藏性负债 其实我们很多财经媒体 都做过了 平均台湾每个民众 至少是负债60到80万元 这样子直接 所谓的隐藏性债务是 包括很多一些就是 有的没的 进到路未征收 然后各种的就是说社会保险的遣残债务等等 就是说这里面在审计部的资料里面的话 如果包含隐藏性的债务里面的话 我们大概有13兆9千亿以上 那我可以提出一个 我们不管过去都是别人欠的 就是说都不是我们现在的政府欠的 我们在今年度里面的话 我们预计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税入都达成目标 就是说我们政府的预计要收的税都收到的话 我们还要借4290亿 那这是在台湾 在中华民国历史上面第三高 那有人问我说 那第一高跟第二高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各位就在去年跟前年 我们在去年借了4934亿 那我们在去年底的话 如果大家记得我们财政部 很大声的开记者会跟媒体讲说 我们去年的税收可以百分之百达成 那然后我们比前年同期多增加了772亿 我们在前年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借了4600多亿 那然后我们税收还短少1900多亿 所以今天会更好是因为昨天太糟糕 那然后纵使达成百分之百达成 我们在去年的税收的预期目标 我们还借了4900多亿 所以今天军教免税 事实上象征意义大于实质 它没有办法平板我们的就是说债务 对我们的国库没有实质的时候 纵使不科多少补多少等等 这些配套都不做的话 就是说也不过就是112亿 那个连付利息都不够 连付我们的债务利息都不够 我们现在每支出政府支出100块 就10块钱在还利息 它真的能够要出 我们今天在讲就是说 税制要能够公平 如果今天我们的税制是公平的 所有的就是说有钱的人 跟受薪阶级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赚多少我的税负负担率 通通都一样的时候 如果还要政府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有更多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来考虑诚实的面对 来考虑加税我们今天的问题是 就是说因为差距太多 有钱人缴的就是说税太少 那然后薪资负担的就是说太高 是这样的问题 那我继续我另外还有一点要补充是 我们今天讲说多少补多少 用在什么用途里面 大概就一两年的效果 这个部分增加了之后 我们从过去的历史经验里面来看 就是社会福利的所谓的采倦盈余 的补充的这个部分的话 说再加到我们本来说 我本来有这一些再加这些 但是后面的结果会是 原来要就是说原来有的就说 就说走嘛 把加的就是说来做替代 所以就是说我想就是说 长期来看的的话 我们全教会可以再看 就是说那个效果的的话 会逐年递减 等大家不注意的时候的话 就没有增加的效果 他不是说每一年我都会 按照实际需求固定增加 再把老师所缴的税 再往上补上去 我们的政府不会这样子做的 所以今天就是说我觉得 就是说磕多少补多少 它只是让我们的 就是说敷衍我们的老师 那我预期后面的就是说的结果 它不会没有办法达成的 好我们再来接几位观众朋友电话 第一位是台北的蔡小姐 蔡小姐请说 刚刚有一位来宾提到说 军人他有很多职业性的附加风险 那我们并不否认那个 但是如果就因为这样 我们就不去注意到说 很多劳工也有职业风险 可是他们却没有那么好的优待 待遇 所以我觉得只是讲军人 有职业风险 我觉得有点偏颇 那再讲到说历史因素 那么我们回想到当初那些老兵 他是资深离乡背景 然后从战场上出生陆史 然后到了台湾之后 要把战后的台湾 一点一滴建设起来 多少台湾的建设 是他们老兵做出来的 然后看看那些铁路公路 或者说金门的地下标堡 可是现在的军人 他们的功能在哪里 我们不希望台湾再有战争 我们也不希望台湾 那些军人要去出生陆史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军人 必须要展现新的功能 必须要他有提出一些建设 我们才会觉得说 他们我们他可以免税 或者说现在又磕税 然后几时钱又回给他们 是符合公平正义的 好 谢谢您的电话 谢谢 我们再接台北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请说 好 大家好 我尤其赞成王龙章先生 还有那个叶利姐 可爱的叶利姐的那个 真是也是蛮佩服 讲不少良心话 我其他节目也听到叶利姐 虽然我记得应该是外整人 不会也讲了一些蛮中肯的话 像那个教师会的秘书长 这种代表是点点心 当然是站在人性角度 谁也可以理解 站在既得利益的角度 已经有长久的特权了 当然要抛弃的话 当然是会讲东讲西的 事实上这个 因为历史的原因 大家也认述过 像这个军工教 基本上也是国民党政府 巩固选票的最忠实的一层 这大家都知道 多少比例军工教 长期都是国民党铁票 也跟这些特权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那个就像那个 我建议王龙章先生 如果站在争取选票的立场考量 其实民进党 大哥不必搞什么军工教废除了 因为他们 好 谢谢您的电话 谢谢 我们再接台北吴小姐的电话 吴小姐请说 你好 我是觉得我们的来宾 其实都没有互相听 互相的声音 其实刚才有call in 两通电 就是电话 一个是军人 一个是一般的民众 那个军人说 他220几块的薪水很少 可是另外一个 那个一般的民众 他的薪水才30块 25块 而且军人还有减免 所以说大家都没有用那个互相 互相去体会 个别的心理 跟当时的情况的心理去做比较 还有我是觉得说 军工教其实 也不要高兴说 这个税制这个样子对你们有利 如果说国家亏空的话 到时候搞不好你们领不到薪水 那到时候我不知道会怎么个样子 好 谢谢您的电话 再来接板桥李小姐的电话 李小姐请说 现在讲吗 是 请说 第一个我反对18% 反对搬放 要求人民公投 这个18%的军工教 他们工资本来很高 死掉过后 我老婆还要吃搬放 八十几岁的老头 娶个三十十岁的大陆妹 他们要拿几十年的搬放 台湾不垮才怪 难道说老病一万三千 政府的不是人吗 好 谢谢您的电话 谢谢 我们再接台北苏先生的电话 苏先生请说 好 呃 你好 你好 我简单讲一下 我请教这个艳丽小姐 那个我知道你的读书过程 你从 你为什么要继续读台大 因为你读台大完 你会有好职业好工作 那在联考制度之下 你为什么不去抗议那些医生 他能够考进医生 这是非常辛苦的 他有高所得 那你政府可不可以剥夺他的所得 那我们那么辛苦 考进做小学老师 我们放弃 我们读诗专 这我们军教 或者我们这小学老师 一点税 我觉得都不应该讲 因为我们还要照顾其他的学生 那我觉得残障人士 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残职 你这个对社会有什么残职 好 谢谢你的电话 我想请问一下秘书长 就是说现在在整个国中小学 这个老师的气氛是很低迷吗 是我想刚才这很多人都讲到特权 党国 我们投票行为一定是国民党吗 我从民国95年开始 我把我应该缴的税额 都捐给我自己的学校 让他们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 连续五年 一年都没有漏 很多老师要的是我的工作有尊严 我的教学成果很好 我跟小朋友在一起很快乐 刚才大家就讲 这个军工教有18% 坦白说未来十年要退休的教师也好 工人也好 他平均可以拿去公保优存的金额 不会超过80万 因为越来越少了 84年以后的名字又来越少 但是很抱歉 未来十年平均要退休的劳工朋友 在劳保一百万的正常的给付之下 要变成每个月可以领一万多 可以领二十几年 大家知道吗 这个就是新18% 所以现在说 劳工朋友没有18% 这是政府的说法 但是你只要换算以后 为什么劳工朋友可以在未来得这么多 我觉得这是次来正义 所以不但要去支持劳保的年金 但是那个其实是以年金为名 其实是津贴 那我们现在甚至委托立委 把劳保过去的四兆都 想办法分年叫政府比照公保 把他给瘫痪 把他给补齐 这样子社会更均富才是对的 换我补充可以吗 因为我很遗憾 刚刚那位观众朋友 我特别质疑隆张大哥 问他说 残障人士有没有残值 我想隆张大哥 对这个台湾社会的一个税制改革 其实付出蛮多的心力 那也常常有很多想法 那我觉得就是说 刚刚这位观众朋友 他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接受 要缴税这件事情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发言 那是气愤 被污名化 他不是不缴税 对对对对 这是两回事 对那我刚刚要强调的是说 那我觉得他讲这样的话 确实应该是基于一个情绪上面的 比较不理性的一个发言 所以我也请观众朋友 不要觉得就是说 就是能够以同理性 我们来接受这位观众朋友的发言 那只是说这样子 坦白讲我觉得对隆张大哥 也是有点不公平 那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不管是老师也好 或者是军人也好 我们刚一而再再三强调 就是说过去的事情 确实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在 可是呢 我们就是正在现在往前看 那不对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 为什么我会讲说不对呢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真的不知道 我们军公教 特别是这公教的这个福利真的很好 刚刚有一位林先生 他有call in进来 第一位先生 他非常有sense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我们读财经的都知道 你去调一些全世界各国的资料 你会发现说 台湾的公务员的退休所得替代率 高达九成多 这是全世界第一名 这表什么意思 我翻成白话文 所谓退休所得替代率 就是说你退休之后 你可以你的所得 跟你退休之前的一个所得比较起来 当你的所得退休率是越高的时候 就表示了 你的生活 你的日子过得越好 好 那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 这个先生 他现在退休之后 他每个月呢 退休之前 他的薪水是5万块 那我刚刚提到了 公教人员的 他的退休所得率是高达九成 对不对 所以他退休之后一个月有多少钱 四万五 各位观众朋友 那一般劳工是多少 一般劳工 根据统计还不到五成 所以你会觉得说 公务人员 我我我我 我现在不是要帮这个公务人员 给无名化 我只是要告诉 呃全国的观众朋友 一个事实就是说 其实我们军公教的待遇 真的已经不错了 特别是我刚刚有跟大家强调 就说 其实特别是这几年 因为大家 呃劳工朋友一直都没有调薪嘛 所以大家的一个相对的剥夺 剥夺感会特别的一个强烈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在边讨论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应该 比较理性 比较冷静来讨论一些 相关的一个事实 对 主任你知道军人的这个 所得替代率大概有多少吗 嗯军人的所得替代率啊 你其实要看他是不是那个 致愿那个致愿意 而且他其实致愿意的那个年资 就他每一个人 其实这个东西又 就真的是每一个人的 那个状况不一样 如果你是啊 服现已满十年退伍的 他其实他所能够 呃的那个薪水啊 能够拨到去做优惠存款的 比例就很低 然后但是你如果是20年 或是你上校 做到28年 升不上将军的 然后跟你升到将军的 那又都不一样 那但是一般而言 你现在来看的话 对不对 他的那个军人的所得替代率 我相信应该跟公教人 公务员的那个 呃 所得替代率来说 应该来说是相去不远的啦 但是同样的 今天那个军人的问题 也是一样 就是你民国84年 就是他哎 那个制度改变以后 你成为你去念军校的 他日后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退休金 就没有那种所谓的 呃 忧传跟那种就是 那个那个你那个月退凤 而是采取一次退休金了 是 我想呃 我要帮刚刚最后一位 呃 call in 进来的 就是说朋友 我想呃 听他的发言里面来看来 他是老师啊 但是我呃 我愿意相信 就是说他只是基于一时的气氛 那然后他也不代表所有的老师 我所接触到的 就是说的老师的的话 我想我不相信就是说 会是这样子的想法 那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量能磕睡 好 就说我们税法里面 就说我们税的最基本的精神 就是量能磕睡 不是这个能 不是指说 你呃 对这个社会有多少贡献 而是是讲说有多少收入 就磕多少的税 我想这里面 尤其老师们都教我们 职业无分贵贱 每一个就是说职业都是一样的 没有呃 某一个职业的呃 一定比较高尚 某一个职业一定比较 就是说低下 那身形障碍者里面也是 就是说在我们的税法里面 我只要有所得 我的我的磕睡的标准 事实上是跟别人 呃跟我们一般的民众 等等的的话都是一样的 那我想只是在讲 就是说在这里面的的话 就是说呃 刚刚艳丽讲就是说我们的 呃军公教的这个部分的的话 很好 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随时检讨 刚刚讲就是说 比较差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办法让它拉起来 那然后比较好的时候的的话 要不我们就把全部带起来 要不然的的话 我们就应该适度的做调整 那我想就是说现在除了就是说 待遇的这个部分 在福利里面也是 我所举一个对难的例子 我们在97年 在职的军公教人员 申请大专院校子女 就是我的子女在读大专院校的教育补助的的话 一共是两万呃七千三百二十三人 那在这里面政府致印了十四亿多的费用 平均每一个人得到的补助是五万两千五百五十块 但是就是说我们以 我们讲说这几年的经济状况不好 很多人说住学贷款 我们以今年的情况来看的的话 我们预估的的话 我们的经济弱势不是所有的民众哦 就是说经济弱势的学生的学费补助和贷款利息 就是学贷的利息补助的话 合计大概是在八十亿一千万左右 那但是分配给一百三十四万的学生 所以每一个经济弱势跟需要学贷的就是学生 每个人可以获得的补助是五千九百块钱 在这上面的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在军公教的子女的这一个部分的话 是不分他的所得的高低 但是对于就是说弱势的学生的就是说补助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进一步的来看 如果说军公教子女所得到的教育补助 是合理是应当的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全民 我们所有的就是说在读大专院校的学生 都可以得到如此的就是说补助 如果不是的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适度的就是说改变跟调整 这可以受公平 但是就是说应该是可以理性来做就是说相关的讨论 来做就是说检讨的事情 但是在这里面不是比较什么职业的贡献多 什么职业的贡献少 那我想当然更不是看身体的健康因素 这龙张胸是很健康了 而且参加社会运动带动社会观念的改变 不管是在残障福利联盟的时代 在税改联盟的时代 王龙东先生的贡献是社会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希望苏老师你能够平心静气来看 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场上的人 都不希望被污名化 其实高中职以上所有的教师本来每一年 他薪资也是纳税 国中小以下是依法免税 就像所有的科技业 高中职以上的老师就不辛苦吗 不是所以那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包括国中小他的其他的人力很不足 行政能力不足辅导能力不足 那用不足叫你多 每件事情都通通包山包海 那现在应该工作条件回归正常 所以这件事情有讨论的空间 那么所以我们希望说 所有的税改除了这112以外 还有几百亿几千亿的税改不公 还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来让国库慢慢缩短他的这个 差距跟负债 那这才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应该来继续最终的事情 不过我们也发现就是一些军公教族群 他们会认为说 其实当初他选择这些职业 就是因为知道有这些工作的福利嘛 那你剥夺了他 其实政府是他的雇主啊 所以政府不应该在这个中途又变卦 他的工作条件啊 确实哦 其实我连续两年都采访了 十几位这个公教人员 那我就问他说 你们为什么要这个 甚至有一个是 以前是理专 然后卖商品卖的还不错 那他就是这个考公职 然后当了警察 我就问他说 这个职业类别差很多 他说因为铁饭碗啊 而且其实很多 观众朋友可能很多不知道 就是说警察的工作 虽然有风险 但是他的职务加级的薪水也不少 所以呢 如果你是刚考进去的 然后加班费加家的话 至少五万多 我拉住我 中文字幕——YK